我们看到这题目 设计θ大于90度小于180度 且3乘以sinθ将4乘以cosθ是等于0 求tang2分θ是值 那么首先 这3乘以sinθ将4乘以cosθ是等于0 所以这时候我们把4cosθ移向过去 那么得到这3乘以sinθ 是等于这负4乘以cosθ 那么我们把cosθ除过来 这3除过去 我们得到这sinθ除以cosθ 这等于负4去除以3 那么sinθ除以cosθ是等于tangθ 因此呢 这个tangθ是等于负的3分之4 这个值 这时候我们要求tang2分θ之值 那么我们令 这x呢 这x呢是等于tang2分θ 那么θ是2分θ的2倍9 所以这里呢 我们使用tang的2倍9公式 也就是这tangθ是等于 这是1减tang2分θ的平方 然后分支2去乘以tang2分θ 好 这时候tang2分θ是等于x我们带进来 tang2分θ是等于负的3分4 我们也带进来 所以呢写下这里是2x 然后除以就是1减x平方 然后这等于负的3分之4 那么我们把3乘过来 1减x平方乘过去 那么得到3乘以2x 这是6x 然后等于这是负4 去乘以 这是1减x平方 那么乘开来 这是等于这是负4 然后负得正 这是加4x平方 那么把6x移向过去 那么可以得到 这是4x平方 然后减6x 再减4 这是等于0 那整个式子我们去除以2 得到这是2x平方 减3x减2 等于0 这时候我们可以做这样分解 这2呢是1乘以2 这2呢是2乘以1 那么因为这里是负3 所以呢我们把负号给2 这样可以得到1加上负4 就等于负3 所以呢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 这是x减2 去乘以2x加1 然后这是等于0 x减2乘以2x加1等于0 我们可以得到这x是等于2 或者是 这x是等于负的2分之1 但是呢因为 这θ是大于90度 小于180度 所以呢 我们同处以2 得到这2分之θ是大于45度 然后小于90度 这2分之θ呢 是第一向线的角度 因此呢 这tg2分之θ要大于0 所以在这里 x等于2是大于0的 这是合的 那么x等于负的2分之1 这是不合的 所以呢 我们答案是 这tg2分之θ 就是点 哦 最后答案 不合的 感谢观看